这位眼龙的观众是吗 这样读这些名字 向我提出 Arunia 哥凤的一个项目分享 好啦 今天他来了 Arunia 整体的 Mixed Development 规模有80英亩这样大 差不多有 Empire City 那一边一样 而 Arunia 是整个 Mixed Development 的 第一个发展阶段 所谓的 Phase 1 当然也是少不了购物中心 然后 6英亩的 Central Park 写制楼 Retail F&B 医疗跟国际学校等这些 呃 东西 楼盘有 630 个单位 建在 3.2 个的地位 属于 Low Unit Density 可是这个是列售的 Tower A 有一层有 11 个单位 而 Tower B 一层只有 9 个单位 那我们看一看 Corridor Floor Plan 这里呢 每相隔 2 到 3 个单位 就会有一个 Airwell 或者是电梯 然后这里有 3 个 Passenger Lift 楼季这边呢 应该是 Service Lift 楼盘只有两个朝向 North 跟 South 目前 Tower B 的朝向北 会比较靠近 HTC 而且一开装你就会看到 几条 Wire 在眼前这样子过 不过我也打听了 发展 3 那边 他们说会把 HTC 移位移到更浅一些 所以 之间的那个空间 会建造另外一个 Phase 的项目 它只是移位而已 并没有拆掉 不然整区会没有电 所以可能 Tower B 之后的 Type C 跟 Type E 会看到有一些 HTC 但是 不会很靠近啦 从地图上来看 整个综合性发展 就在 Duke 跟 Jalang Kuching 的 Highway 之间 但是具体是如何进去呢 我们就把镜头转过去现场 现在我就在 Jalang Kuching 眼前就是 Jinjang MRT Kuching 身后就有麦当劳跟 Shell 的加油站 如果我再往前走一些 就是 Primo 和 Jalang Kuching 了 在这个红绿灯 右转进去那一条路 叫做 Pintasan Skabut Arunia 就在这条路里面 其实 Pintasan Skabut 这一条路 是我去 Moncara 和 KLCC 的 Shortcut 路 因为早晨就是 Primo 那边去 Jalang Kuching 那一条路啊 很塞车 Pintasan Skabut 目前除了 Kiarabay 的地 唯有的地可以进行改善和继续发展的 就是里面这一条路啦 因为它比较是偏向于 Moncara 那一边的 当然如果有看 Mnova 视频的朋友们呢 那边也是有地可以去发展的 不过今天这一期呢 我是讲着在投资角度里面的 好了 转转进去 过后右侧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其实这个就是 MRT 的 Freeder Bus Speedport 这些巴士主要的服务就是运送附近达曼的人 去到 MRT LRT 或者是 Monerio 站 我们可以留意到这里都是 HTC 电塔的所在点 加上周边有很多物质呢 是属于占用的地而已 并没有实际的地区 所以政府当时也是强制收购这一整区啊 作为一个提升也是对的 不过这些居民也是有获得一些赔偿 我们看看讨论区所提到的 The lot which has more than 500 houses built under temporary occupancy license in 1969 年 It has been earmarked for a joint venture mixed development project 这些新有名的地点啊 比如说 KLCC 或者是靠近邦山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发展 这么说我不是又拿那个石头扎自己的脚吗 所以你们要听我讲完 接下来的话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Moncara 谁都知道需求量大 所以唯有扩大才能满足到接下来的供应 他们现在唯有在隔壁区的 KL Metropolis 扩大啊 这种呢 是属于 比较合理性自然性的扩大 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讲 KLCC 大家都懂了吧 KLCC 现在也是网向 TRX那边扩大 这个也是属于合理性的发展 那么这个 Arunia KL North 像是 贸贸然的从今将出现哦 这个你就要从多方面的角度去挖掘 因为 比如说呢 开发商是谁 他曾经做过了什么样的东西 有哪一家银行啊 就是有多少家银行 跟这个项目是有关系的 愿意借钱给这个项目的 然后银行借出来的钱啊 会多吗 给这个发展 所以 在这里呢 我就要用一个 动物来形容所有的银行 他是一个老狼 他们只顾着赚钱 借出去的钱得必须有信心的 能够连本带利收回来啊 那这个 KLN KL North 呢 它的母公司是 Franky Lans 这是他们的网页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他们一路以来都是 是经营着挖矿建造和经营物业管理的生意 他们在1990年已经是投入到房地产了 在巴胖他们是有比较多的开发地点 所以也难免 KL 人不熟悉他们 所以如果大家不知道 House Key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新银行的 建筑后买屋子的计划来协助那些 购买房子的大马公民啊 解决那个10% down payment 的问题 因为现在讲的很多人不是很有钱 连10%都有一个问题 那House Key的表面条件理解 就是要租5年 然后5年过后呢 你就会有两个选择 如果你要继续租的话呢 你必须要进行购买 如果你没有 你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呢 你是直接可以退房的 所以到最后 你的选择是如何啦 银行还是有赚的 你买了银行赚你的利息 你退出合约 银行也是赚你5年的租金啊 哇我讲了那么多 希望你们还有债啊 所以还是先回到地图看 虽然我刚刚有跟你讲 Aronia是被MR2和加兰Kuching的 highway夹注在中间 但更重要的是里面的这些小路啊 包括加兰Kuching 它是可以让你更加方便的穿梭到不同的大道 然后这条路也会经过大部分Kuching的商区 饮食店和MRT站太牛了 镜头再转回来Aronia这个红绿灯 右边有一条short cut的路是直接可以下到去Kuching 包括卫星室菜市那边 终于来到楼盘的模型前面看 项目呢 就有33个设施区 主要是以大自然融合为主 记得我上次有提到 high rise最少的green landscape的条件是要有10% 记得没有 这里就给到20% 不是我讲的 是那个文章写的 主要的设施 我大概讲一讲 有包括Yoga Garden Zen Garden 一般的Olympic Size泳池 慢跑道 然后在水上运动的器材都有 读书的小区等这些有趣又实际的设施区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会误以为整个设施是被两栋楼完全夹着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原来大部分的设施还是有open air的 而且还有那种日带雨林的feel 你们可以看到 设施是使用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植物去布置 然后也是要看后期那个管理程式如何管理的 不然会影响到楼盘的美观 从路口进来看到这个眼前的停车场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样看是很有层次感 还有从你的停车楼层 其实也是可以直接上到去Podeon Facilities 有些人下班过后经过那些堵车 肯定是很压力的回到家 那么进到家之前 你其实可以上去设施那边解压或者是先才回家 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发展商也是尽量fully utilize所有的空间 就算这个剩下的三角形的空间 他也不放过拿去做篮球场 哇靠就连楼盘的drop off point也是做到很美 每一个细节都拉满 当然你会看到楼盘一进一出这样子啊 也是有原因的 发展商尽可能不让朝向里面的单位互相对碰和看到 这个项目有包括EV Charging Station 然后有到四个停车位的 Depends on你买哪一个Layout 还有免费的Shutter Bus去MRT站 就算没有Shutter Bus也是ok 因为有那个MRT Freeder Bus 户型从743F1加1F到1399F3加1F 卖着的价钱是550块1F到600多块1F 现在我们先要看的是840方尺 两房的户型 其实在城里这个方尺呢 是可以做成三房 可是这样就远离了阿隆尼亚大自然融合和放松的这个主题了 从Layout Floor Plan来看 进到去眼前就是餐区和客厅 那么房间和厨房全部都是在左边 客厅有10尺的宽度 然后加上10尺的吸引海 这里的餐区阿就在客厅沙发个壁而已 如果我们从好的角度去想 你在用餐的时候同时也是可以看看电视 这样子的整体的设计阿我进到去就好像去了Pavilion的楼盘一样 黑白和金色的线条啊都是Pavilion发展商喜欢用的设计元素啊 在于他们所有的高端项目 你可以看看Pavilion Residence Pavilion Suites 甚至Banyan Tree 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了 这里的窗口虽然不是Full Frame 但是如果你有去看看所有的Aronia Floor Plan Layout 就是其他单位的啊 所有的房间都是朝向外面的 没有一个房间是对着Air Valve 所以采光度是非常足够 你看看这些线条 这些细节看了我都会信 厨房这边我觉得如果放这个Coffee Bar 那可能进出厨房的那个体验不会是很好 但是如果多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呢 所谓的Coffee Island Bar 那你就多一个可以Functionable的Area 为什么呢 还有这个盆我觉得发展商应该要给大一些 这样才比较实用 6尺宽的Kitcheniaa是现在大部分新项目稀有的尺寸 一般都是给你刚好放得下洗衣机就算了 应该有40mm沉下去为了不让洗衣机的水露出来 因为单位户型并不大 所以从客厅通过走廊走过去主卧 只需要七步而已 眼前就是主卧的浴室 右侧就是床位 你看他们是尽量把那个床是往窗口那边摆的 就是角落那边 这样中间就还有更多的空间啊 给你放衣橱啊跟书座 所以近处的体验是很顺畅的 其实这边我喜欢它的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它给的洗脸本是四方形 而且是薄的款式 看起来整个浴室啊 会显然的更高贵更细节和精致 再来他们用的瓷砖 无论是墙上还是地上呢 都是比较大片的 好处是容易清理 而且进到去整体的感觉不会太小 窗口是给蒙砂玻璃的 这个我真的也是很喜欢 因为光线照进来的时候 里面的采光是非常温顺 而不是粗糙跟刺眼的效果 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东方 我们也是大概的开看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1044方尺三方的户型 进到去就会有一个玄关 也是华人最喜爱的其中一个款式 这里你可以做神台啦 或者是一些比较 welcoming 气氛的摆设 然后这一边才是你的餐区和客厅 从这里的角度看过去厨房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12尺长4尺寬的阳台 还足以让你改成Private Garden Space 这样内外的大自然风格就可以完全的融合 这种材质的Henry Steel就要特别注意啦 因为时间长了也是会有出现生锈的情况 我想问这个Extra的洞口 是不是让多余的水更快的排出去呢 厨房的concept也是和我们刚刚看的单位是一样 只是大小的不同 同样咯这个盆也是给的太小 厨房左右两侧共有4个插头 然后这边就是所有的房间 如果是大户型的单位 你会发现到只要是小的浴室窗口的上面 发展上还做多了一些通风的洞口 这样就可以让浴室有更多的空气流通 太细心了 视频很长哦 我知道你们很痛苦 但是我知道学习的过程真是必然的 当你下定决心购买的时候 那种心情就会 非常肯定 这一笔钱花出去是值得的 没有害怕或者是过几天就要退单的那种感受 加上阿隆尼阿KL 那是一个比较新的综合性发展 所以我也是有一个责任给你们分析 最后来到视频的总结 有一些点我会比较担心 当然也是包括了这边会有比较多的HTC 而且对面的路都是一些平民的楼盘 跟这些新的楼盘对比 你会感觉有很大的contrast 而且以后会不会连这条去KL 跟Monkara的short cut路都会筛买呢 再来这一个是全新的mix development 而且会有很多commercial和office space 是否发展上有信心可以让他们 Fully occupied 而且进来的tenant 都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知名的牌子 因为很多店铺或者是office空置 就像三位那边的Nelon Marsing的icon 就很难看的 当然的icon会比较小 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大的mix development 那个感觉是如何 那我喜欢的部分就是看到了阿隆尼阿 有在Maybank的house key list里面 加上发展上的背景 我放下了一些疑惑 再来感觉这个MRT FREEDER BUS HIPPORTS 和MRT GINZANG的站 是为这整个中和性发展而打造的 这也是让我再次的放下一些担忧 而也看在它是在METRO PRIMA 和Monkara的隔壁 距离只有15到20分钟的车程 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信心 如果是自主的话 这个价钱不用考虑 其实你可以直接购买的 但如果你是投资的话 或许你可能要等到整个发展 到了中期才好入场 这样才能看到部分的东西 出来以后过后的效果 这个时候你才做决定会比较安全 这个是我的风格啦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对于哥凤房子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在下面的WhatsApp Link 点进去和我们打个招呼就好了 我们下一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